我们今天早上就要来分享 卓越教师的七项能力 这七项能力 各位其实你会发现到 它是寻去渐进的 当然老师也希望你怎么样 从这个方向做前进 第一个各位叫做累计经验 我想我们常常讲 创意就叫做天外飞来一笔 我也常常说 各位这几个字里面 哪一个字是最关键的字 很多人会说是飞 很多人会说是笔或者是一 但我说如果没有那片天 哪有后面那一笔 所以各位所谓的天 就是你要开始不断的怎么样 累积你的根本资料库 来一句话突破盲点 生活只是经历 反思才会变成经验 是的 如果我们今天要不断的去累积经验 不只是做很多的事情而已 而是怎么样 而是做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能够怎么样 静下来去思考 你为何而做 你希望做到什么样程度 你希望最后能够为你带来什么 各位你会发现到 透过反思才会变成经验 教学的经验是有限的 人生的经验才是无限的 这就是昨天老师自己 刚好回来的时候 虽然十点多 赶不上欧阳立宗老师的直播 但是我还是怎么样 我花点时间点进去看 因为刚好立宗老师要分享这本书 就叫做无限赛局 然后我就看到前面 大家就在开始写说 什么是有限的 什么是无限的 所以我也怎么样 偷一下这个梗 这个教学的经验是有限的 各位你会发现到说 如果你只是不断在累积教学的经验 那当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到 大概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一个老师 能够不断累积人生的经验 你就会发现到 他的教学的生命 会有更深度更广度 而且可以无限延伸 好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从事老师职业的话 不要只在你的舒适圈里面 累积经验 老师鼓励学生冒险 那当然自己更应该怎么样 以身作则 所以这是一个最基础的 但是也是一个不断要实践的 叫做累积经验 好 来 第二个叫做心态归零 好 各位 当我们不断累积经验的过程当中 各位 当然我们要练习的是什么 是要把我们的格局更放大 来 归零并不是所谓的 要你把自己的杯子空出来 各位 其实你的累积是合理的 但是你应该要换到更大的杯子里面 能够接收更多的东西进来 好 你会发现到 所谓的心态归零 就是更大的格局 更宏观的事业 可以接受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当我们学的越多 我们会越觉得怎么样 永远是怎么样 不足够的 所以 虽然我们教的可能是有标准答案的教科书 好 各位 但我们更应该接受没有标准答案的学生 各位 这就是 我觉得每一个老师要不断修炼这件事情 当我们不断累积的经验更多 但不应该让这些经验阻碍了我们 不应该成为知识的诅咒 OK 好 来 第三个叫做什么 叫做了解趋势 好 对 老师一定要怎么样 各位 不断的与时俱进 好 你要记住 我们了解流行 但不见得要随波逐流 好 各位 不要把自己 变得一定要跟学生一样 好像学生在玩什么 就要玩什么 学生讲什么话 我们就要跟他讲一样 不见得是如此 但是你要知道 怎么跟现在的学生来建立关系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了解趋势是因为我们找到好的切入点 好 各位 你要记得 而且这个了解趋势也是要你怎么样 不断精进你的教学模式 好 你要懂得运用最新的辅具 好 我特别讲辅具 不讲科技 为什么呢 好 因为各位 其实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 当你今天不断精进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到说 生活当中每一个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物品 都可以成为你这个教学的工具之一 好 那当然呢 各位 运用最新的科技的目的 是为了让你的教学 可以怎么品质更提高 效率更精进 那你一定要去懂得说 OK 现在这个时代 我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不断的让我们的学生 可以学习的更快速 可以学习的怎么样 更轻松 好 我想这次老师要不断的怎么样 去接触 而且去思考的 OK 好 来 第四个 叫做权力以赴 好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当我们今天不断的累积经验 而且我们愿意心态归零 而且也懂得去了解这个时代的时候 但是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 我们真的在教学的现场 那个状况是什么 好 各位 你要记得 在舞台上 热情永远比技巧重要 所以老师已经教课 在台上教快20年这个时间了 那我讲真的 我们不论说今天我们的教学的技巧 是到底有多怎么精进 多利好干嘛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敢讲 就是我只要在台上上课 各位台下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到 我们那种权力以赴的状态 那所以 一个老师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去感染学生 很多人想要跟我学这个讲师 怎么样的技巧或各方面 可是其实我最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一定要怎么样 跟老师学老师的热情 好 那你要能够感染学生 因为如果没有让学生行动 那你不管所有的教学 其实都是白费的 所以权力以赴 就是一种可以让人感受到的状态 然后学生能够觉察你的毫无保留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在跟人互动过程当中 他们是有感受的 我常常讲 不论你认不认同我们的观点 但是你一定怎么样 可以感受到 我们怎么样 真的是权力以赴的 在把我们想要告诉你的东西 跟你讲 好 所以这是一种 别人可以感受到的状态 当我们讲尽力而为的时候 那是从自己出发 是的 我已经尽力了 那是我自己讲的 但是各位 各位 权力以赴是对方感受到的 各位讲 你了解的意思了吗 好 来 再来 第五点 各位 叫做情绪创造 好 为什么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开始 从前面的准备 到现场的互动 接着怎么样 真的叫做互动的技巧 对我来说 我这个情绪创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那 老师 在这个 5月 好像是5月12号 5月12号 我们在台中 也有一场 经典的讲座 就是创造情绪 达造精彩人生 那你可以在 我好像还没有上架 这一两天 就会把一些课程上架 那如果中部的伙伴 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听这样讲座 那这个情绪创造 对老师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一个好的老师 也会是一个好的演员 各位 那什么叫好的演员 好 各位 你知道一个好的演员 他看到剧本 好的剧本 他是会兴奋的 他会自己脑补很多的画面 他会自己去揣摩 这个角色背景 他应该怎么呈现 好 那其实 情绪本身 就是最容易有感染力的武器 我们刚刚讲 我们在台上 其实我们的所谓的 这种热情 它就是一种 综合的形容词 但其实是各种情绪的展现 懂得创造情绪 也是一种自信的展现 各位 你想象一下 为什么有些时候 我们不敢在对方面前生气 因为我们怎么样 各位 我们可能害怕对方的权利 我们为什么不敢在 对方面前示弱 各位 因为我们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够有自信 担心我们的脆弱 会不会被别人拿来利用 反正 你会发现到说 当我们今天可以在别人面前释放情绪 甚至创造情绪的时候 各位 其实某种程度 你也是在什么 在尽情的展现自我 所以当老师能在学生面前展现各种情绪 他的教学也就达到了收放自如 所以有在现场听过老师演讲的 你会发现到是 我会突然的凶学生的 或干嘛 为什么 因为答案简单 我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 然后我可能在这一秒 凶完之后的下一秒 我可能怎么样 就对他们微笑 那你就是说老师你在干嘛 是的 我是在演戏 可是我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是在乎这件事情的 OK 哪一些行为 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各位 在演讲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子 在很快速的时间里面 让对方了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各位 你的情绪创造是最重要的武器 好 来 第六点叫做什么 叫做发现团队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好 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 其实我们已经不断在升华 这个老师的能力 你想想看 我今天把它叫做卓越教师七项能力 但是你可不可以说卓越的父母的七项能力 你可不可以说卓越主管的七项能力 好 其实你会发现到 它是相通的 来 你要记住 一个好的老师 他一定 最后一定也会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所以我们为什么把我们公司的最后的这个课程 当作作为讲师培训 并不是说我们要认为说 讲师培训的是多么高级的一件事情 而是说我们认为 各位 当你今天 能够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也是一个怎么样 各位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的格局要提高 你其实也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这才是我们要去推广的 我们想要透过教别人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断在修炼自我 所以才会把这个讲师培训 当作是最重要 最核心 最上面的一堂课程 OK 好 来 想要改变学生 就要懂得运用环境的因素 所以我们前面的 不断修炼自我 但是各位走到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到 这个团体的氛围 这个环境的塑造 其实绝对是教学上面 非常重要的关键 除了你的教学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班级经营 来 一个好的老师是要能够带兵打仗的 他不是纸上谈兵 所以你要了解团体动力 你要能够运筹为物 OK 好 那么最后一点 各位 当然就有点拔剌 叫做什么 叫做超越自我 好 那老师当然怎么样 你会说老师 你是不是故意要凑成七点 你可以这样想 但是呢 的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来 你要记住 最后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是老师 但也不只是老师 我们常常讲 我说我这辈子选择当老师 我就注定 没有办法当什么样的伟人 可是我们当老师的 可以交出伟人 所以 到底我们今天 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好 各位 你要记住 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 即便我们只是老师 都有无限的可能 才能交出无限可能 所以 你问我说 我到底以后要做什么 各位 老师不会给你标准的答案 因为我也还在 不断地精进 不断地寻找 但我知道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自己发挥更大的价值 也就是让教育 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 好 各位 超越就是一种 愿意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 好 即便日复一日 也要给自己设定目标 所以 老师从去年 这个五月开始 每天早上直播 对 但是你也会发现到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 如果你一直不断跟着老师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内容 或者PPT的版型 其实是有不断在做变化的 有没有 好 我最近我也开始做的挑战 就是我本来都是前一天 把PPT做好 我现在就是一大早起来 6点左右 6点多左右就起来 然后做直播的PPT 各位 对我来说 其实不是说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而是我想试试看 不同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你要记住 超越自我 其实就是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当中 给自己一点挑战 好 各位 那你们发现到说 其实这七项能力 也是什么 也是一个阶梯式的概念 第一个是什么 累积经验 第二个是什么 各位 心态归零 第三个是什么 了解趋势 第四个是全力以赴 第五个是情绪创造 第六个是发现团队 最后叫做超越自我 各位 你们发现到 我们从自己 然后到舞台 再回到自己身上 就好像有点那种 见三是三 见三不是三 见三又是三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大家早安 by bwd6